小米官方发布了Home Assistant的小米Home集成 今天和我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安装 体验又如何 包括如何把米家的这些设备加到苹果的HomeKit中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这里就是Home System的米家集成的GitHub页面了 它对Home System的核心版本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之前是把Home Assistant删除了的 因为总是有一些bug 刚好今天可以重新安装来试试小米官方的组件 这里提供了几种安装方式 我就以小米推荐的第一种来做视频内容 一步步保姆式叫大家上手 另外我也把组件下载下来了 更不方便访问GitHub的同学手动安装 地址我也会分享到评论区 好我们首先来安装Home Assistant 我还是老规矩使用的是群晖 打开Content Manager 在注册表中我们来搜索它 双击拉取镜像 这个我们等待的同时也不用闲着 去到File Station 在Docker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名为Home System的文件夹 好我们再返回 这个时候呢它也下载好了 点击运行进行容器的一个配置 这里建议把这个自动重启给打开 好端口这里其实不用管它 直接配置空间的设置 添加文件夹这里就选择刚才我们前面新建的那个Home Assistant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而后面呢 斜杠Home 另外需要新增两个变量 这里跟着视频来做就可以 大家注意不要写错了 好最后把网络改为host即可 浏览器输入你的群晖IP加上8123端口号就能打开我们的Home Assistant了 如果你是初次使用 需要新建一个管理员账号并设置密码 没有难度 接下来继续 回到电脑上 我们需要用SSH连接到群晖的容器 在这里可以使用任何SSH工具 我就用Mac自带的终端来操作 其他都大同小异 好先连接群晖 按要求输入密码 这里的密码是看不到的 输入完成后直接回车就好了 再需要取得root权限 好这样准备工作就好了 再进入到Home Assistant的容器 这样根据GitHub网站的信息继续操作 这里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就没有进度 它会提示你需要重启Home Assistant服务 好我们再回到浏览器 选择重启Home Assistant 好稍等以后即可完成 重新登录Home Assistant 在设备与服务 点击右下角添加集成 直接搜索小米Home就可以看到它了 这样我们跟着提示一步步操作即可 这里面需要登录你的小米账号授权 我刚好碰到一个问题 卡了我一会儿 我的Safari浏览器一直卡在小米账号登录的界面 不能完成跳转到Home Assistant 后来我换了微软的Edge浏览器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这里碰到同样的问题 可以尝试该方法解决 好我们终于进入到小米Home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小米设备不多 只有15个 那我就直接下一步了 可以看到我有些空调 灯路由器等等这些设备 完成以后盖栏里面就能看到它们 我随便试试看看到底怎么样 我记得以前我安装的那个小米Mylog反应就不太行 好现在我看看我工作室的这个风扇灯试试 小米的42寸风扇灯 诶还不错啊 反应就好多了 再来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的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些东西 安装到苹果的HomeKit中 好我们还是在设备与服务中 这是选择集成 搜索HomeKit Bridge 在域里面我个人建议不要都全选了 选你需要的就行 不然你的HomeKit里面会有超多的服务 你又用不了 好比如我这里我就选了Light和Fan 也就是灯和风扇 先试试它们 最后提交 你这样左下角的通知 点开就有HomeKit的二维码了 拿出你的iPhone 打开家庭App 扫码添加设备 这里会有按你要求添加的灯和风扇设备 一个一个加完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度 有些不需要的 我们在后面直接把它移除 好 这样 其实就已经好了 比如我的米家风扇灯 我这里就可以直接用HomeKit调用 风扇和灯都能单独控制 非常的Nice 小米这是官方推出的Home System集成组件 确实方便 这一点小米 干得漂亮 点个赞 当然如果你都看到了这里 也请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和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收看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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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